幫我們講一下說 為什麼今天市長會突然這個快閃 之後離席這個群眾運動 喔好 其實在市長要去美國之前 我們遲遲跟市長制定行程 那市長那邊是有疑慮的 因為他今天 因為他從美國回來的時候 他那時候預估他有很多重要的行程 一直往後delay 所以事先預先告訴我們的 是先從葉副市長來代表他全程的主持 然後這個他可能沒有辦法參加 然後昨天我們接到市長是我們的通知 那市長覺得這個整個的活動是這麼的隆重 所以他應該今天就可以在6點10分左右進場 那他跟大家質疑一下他先離開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建議市長 那是不是還是要找一位副市長來這個整個的場市接下去 所以他就拜託洪副市長接待副總統以及主持這個典禮的儀式 他來跟大家致意 那麼葉副市長負責在國賓飯店 他可以招呼所有的貴賓晚上的用餐 這樣子兩邊都可以兼顧 那所以很確定的就是他今天沒有辦法全程在這邊主持 所以他要洪副市長代表他在這邊 葉副市長在國賓飯店在那邊主持參會 那今天下午他非常確定他應該是在6點5分或6分他可以進場 所以我們就跟教育部的部長 市長以及體育署的署長協調一下 是否能夠讓市長進場跟大家打聲招呼 代表地主的縣市政府的首長也是籌備文會主任委員 跟大家致意一下他就去趕他的行程 那教育部和體育署和這個所有的大家討論的結果是同意的 可是典禮要按照順序進行 所以沒有等運動員先進場的時候 市長就先跟所有的來賓和來參加的團隊 因為運動員進場只有40位 有很多運動員都坐在典禮席上面 所以就跟大家打聲招呼 他就先行離去 那所有的儀式都是按照順序進行 那我們今天要特別講的是 原來的行程因為他從國外回來 他不太能確定是否能來 但是昨天他市長是告訴我們 他可以來 原來就是請副市長來代表組織 那他今天特別加了行程 趕過來跟大家打聲招呼 我想這也是對所有的參與的選手和貴賓一個尊重 至於是什麼行程 他沒有告訴我我也不方便問 長官的行程我們只能尊重 然後我們做最好的安排 那部長他們也覺得這個方式是非常好 所以市長來先跟部長致歉 然後也跟他談 那當然是我溝通完 我跟市長說這個部長同意這樣 所以這個市長跟副總統跟大家打完招呼 就跟大會的所有的人打個招呼來離開 可是好像副總統先前不知道對不對 他是剛剛才知道說市長要先領行 喔副總統 因為副總統來的時候 那我當時是在這個協調這件事情 還有跟體育署長什麼的在談 同時因為我負責帶領的隊伍進場 所以副總統跟副總統都有嗎 副總統跟副總統都有嗎 所以是當下他才知道的 那所有都是當下啊 因為我們今天的就是昨天 我們到昨天下午到快下班的時候 我們才確定市長今天可以來啊 那可以來的時候 我們當然是很高興